好了 今天大概8分鐘了 嘩 多漂亮 到最後 現在放一條造座的芫荽 大家好 我是朱Sir 天氣已經開始冷了 聖誕節及新年亦有多大波 相信很多同學或網友 這個時間會是家庭聚餐比較多 所以都要想想想煮甚麼好 鮑魚及雞都是比較熱門的食材 所以這段影片我會教大家用這兩大食材 再加上一個獨特的烹飪手法 鱸就教大家做一款頭抽鮑魚鱷雞 鱸並不一樣 一般來說鱸的烹飪時間比較短 會用到大量的配料 例如薑 蔥 蒜 甚麼都要大量 所以基本底層很香的味道 肉類的處理方法 最初會用油炮或煎鋒的方式 去封鎖肉 然後再爆香醬汁 用這款方法可以將醬汁入食材 保持鮮嫩香滑的口感 正常來說這款烹飪方法 應該是圓一隻雞走上來煮的 不過怕大家鹽斬下麻煩了 所以這段影片我都會示範 用一些先斬好的雞件 教大家煎這款菜式 而且這次影片我會用到這個 淘大原釀純鮮頭抽 是一個炮仔亂菜式 它是香港製造的 成分天然無添加 不加防腐劑 味精特別適合關注健康飲食 食材優質的人士使用 好 頭段介紹就到此為止 我們現在就看看 純鮮頭抽屈計怎樣做 現在就看影片 Let's go 好 現在開始了 首先先處理鮮鮑魚的部分 我喜歡新鮮鮮買回來 自己處理 因為如果一早被人處理好 吃下去的時候就沒有那麼新鮮 首先準備一鍋滾水 然後把鮮魚倒進去 先去一些散和香味 不需要太久 拖一拖水大概30秒就已經可以了 好 30秒之後就拿鮮魚上來 然後就倒進一鍋冷水中 然後用牙刷擦乾淨黑色的部分 拆乾淨之後 我們蓋起來也不太煩 只用一瓶匙巾輕輕地夾一夾 這樣就可以夾到它出來 背部內臟的部分就不需要 把它撕掉 包括鮑魚嘴 也把鮮魚倒進去 這樣就完成一隻了 拆完之後再清洗一次 確保它乾淨和衛生 然後如果想它好看的 我們就斜斜地 拖幾刀 鮑魚底這個枕也比較硬 所以這裡也要拖幾下 第一吃下去沒那麼硬 第二也是方便入味 好 完成 現在這個部分 這裡有新鮮三黃雞一隻 就叫師傅幫忙切碎 這裡已經清洗乾淨了 記得淋醃製之前 就用廚房紙抹一抹乾淨 讓它更加容易入味 在意表上就不會太複雜 我們主要用頭抽 跟著少量的蠔油和老抽 配搭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有這個 淘大的原料純鮮頭抽 4湯匙 蠔油3湯匙 老抽1湯匙 花雕醋1湯匙 白砂糖藥膜半湯匙 調味 然後把所有雞都加進去 放多藥膜 1湯匙左右的粟粉 拌勻 頭抽即是第一批提煉出來的豉油 味道亦會是最濃郁的 試味是份內香醇 用來這個調味 不會過食材本身的味道 亦有助提升鮮味 深度按摩了幾分鐘後 我們就用少許油封住 然後就蓋上保鮮紙 醃製30分鐘 讓它入味 醃製的時間 我們就準備一下 適量的蔥白 薑粒 紅蔥頭 蒜頭等等 好 今天30分鐘後 我們就準備一個沙鍋 先燒熱 油燒熱後 我們就加入配料 炒香 炒香後 就加入雞 繼續用大火煎封雞 雞炒至五成熟後 然後把鮑魚放上去 然後就蓋上鍋子 在鍋邊 淋上少許花雕酒 直接小火煮 8分鐘左右 已經可以了 水也不用加了 因為雞肉裡面 有大量的肉汁滲出來 這樣吃下去就原汁原味 當然如果有同學或網友 怕黏底的 中間也可以一半時間左右 繞一下底 好 今天大概8分鐘了 嘩 多漂亮 到最後 現在放上造作的芫茜 好 準備試吃了 又有鮑魚又有雞 挺好吃的 嗯 鮑魚小火8分鐘 剛剛好 不會太硬 再選一塊雞腿 嗯 真是很好吃 這次做這個雞的方法 它跟一般的燜雞方法有少許不同 一般的燜雞方法 可能是需要混合很多醬料 這樣去煮 而我們這次 只需要用到這個 淘大原釀 純鮮頭抽 然後儘量加少許蠔油 去調味道已經可以很好吃了 用這款烹飪方法 它更容易突顯到本身食材的鮮味 希望這次的分享 可以在節日期間 又或者是一個 來今的冬季 給大家更好的主意 雞腿 這次kin 我來講 把油 放在厚水上 可熱 的 自然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